小朋友你告诉我说这款车好看吗 好看 你将来给你们买一个 进口的剪刀门大家看腻了吧 来今天我带大家看一看 咱们国产的剪刀门 软顶的啊 纯两座炮车 名角Cyber 大家可以看啊 这款车软顶 剪刀门 这可是全球首款这样的配置的车型了 它是由上汽全球设计团队设计的 整个这个车的前两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比较狭长的两侧的头灯 并且头灯这里面的一些纹路的设计 还有一定的东方的设计美学在里面 然后还有可以看到我们这个MG的大标 这个标识也是致敬了我们MG车型的古老的传承 然后在前脸的下部 我们可以看到啊 各种空气动力学的造型设计 包括前面的前气霸 还有前面的这个前产啊 两侧的前产都是一个比较有运动气息的设计 行了我们把这个棚跟剪刀门关上 我们来看一看侧面啊 我们整体可以看到它的轴距是非常短啊 数据是2690毫米 那么这么短一个轴距也让它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操控性 那么可以看到侧面的设计啊 非常的流线 包括这样前侧叶子板上 这个小小的这个标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这个小塞的设计 然后我们在这一块车窗座舱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一块有一个黑色的试条的设计 这样呢也是非常美观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轮圈的样式啊 一个花瓣的样式 并且我们的前后刹车的卡前都是红色的 所以整体这样看起来运动感非常强烈啊 然后我们转过来看一看车尾部分啊 首先我们大家无论是晚上还是白天 这两侧的小箭头的尾灯一样就可以看到 非常有辨识度啊 但是我们刚才有路人甲路人蚁在围观的时候 也提出了一些小小的质疑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设计 对于一台我们这么复古的跑车来说 有一点点的不好看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既然设计师这么设计了 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贯穿式的LED尾灯 也是非常符合时下的审美的 还有包括我们底部的这个后气坝的样式 也营造出了非常强烈的超跑感啊 那么这么好看的一台剪刀门的小跑车 我们怎么进去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只要按动这里面就可以了啊 有一个按钮 关闭的时候也需要我们把胳膊举高 来按动那个按钮给它关上 同时上面有一颗小小的雷达啊 这颗雷达的什么作用呢 就是我们开启剪刀门以后 如果顶部的距离比较近的话 它也会自动停止啊 来我们看一看里面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软顶的设计是非常棒的啊 只需要在中控台这里操作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关闭和打开的时间总共呢 差不多要20秒 也就是单次开或者单次关 大概是10秒左右 这样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了 好了 我们进来了啊 可以看到整个的内饰采用了一个 伯根蒂红的一个颜色配色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科技感 这边全都是屏幕啊 整个这个驾舱在这一块区域都是围绕驾驶员的这么一个设计的样式 然后这样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呢 也比较像雪佛兰的科尔维特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这种相似感在里面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方向盘也是一个平底的设计 左边和右边都有一个小小的旋钮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自驾系统的控制旋钮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Super Sport 这么一个驾驶模式的按钮啊 打开了以后 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战斗模式了 好了 这个角度大家觉得好不好玩 只有敞篷车能这么拍啊 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块三连屏的设计 虽然每一个屏幕很小 但是呢 我们车辆的各种的信息都可以在里面显示到 但是我个人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把方向盘调整到 任何的位置 这个方向盘的这一块区域 都会对左右两侧的屏幕有一定的小小的障碍 比如说我们要观察屏幕的这个角落的话 我们可能会把头移动到这边才能给它看清楚 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一块还可以看到一个屏幕啊 这块屏幕控制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台车的舒适性功能了 然后我们这台车的挂挡 也是这种按钮式的设计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换挡的挡杆 或者是怀挡的设计了 那么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座椅了 我们的副驾座椅可以往前调制到非常前的距离 这样一来我们的座椅靠背 就可以接近半躺式的这样一个姿态了 所以这样一来坐在副驾驶的小姐姐 也可以在这以半躺的一个姿态来感受这台敞篷跑车的魅力了 用料方面这台车也是比较考究的啊 我们可以摸到的看到的地方几乎都是采用了软质的皮革的包裹啊 还有包括我们副驾的这扶手的内侧 还有我们座椅的这个整个的中间的部分 都是翻毛皮的这么一个设计在里面 所以无论是乘坐起来摸起来 还是看起来质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台好看好玩又复古的敞篷两头小泡车 我们必须要把它开到街上试一试 走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台Cyberster开上大街了啊 那么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回头率了 我的天哪 只要你停下来 那么这个回头率一定是低不了的 尤其是啊 我们当遇到红绿灯的时候 并且咱们车停到了第一个 排第一个的时候啊 前面路过的行人就都会看一眼这台车 包括我们这台亮的红色的样式啊 也是非常的帅 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 还有我们这开头 开头我们播放的那个视频啊 小朋友 还有老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款车的设计的 所以啊 这台车对于那些喜欢张扬个性的朋友 简直是不二之选 那么我们也会在下面放一段视频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款车的回头率 到底怎么样 好了啊 都看完了 怎么样 是不是一堆人看 开着棚 尤其是开着棚啊 然后如果你下车的时候 把剪刀门打开 这样看的人 住足行住墓里的人会更多啊 除了我们的回头率很高以外 呃 这款车在动力方面也是值得点赞的 我们这台车是传奇版啊 顶上还有一个的红棚 我们这次没有拿到红棚车啊 呃 可能是零排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这款车是一个次顶配 当然在动力方面也是跟红棚一致的 400千瓦的最大功率 前后双电机 0百公里加速 只要3.2秒 没错 你没听错 我们首先要把操作的这个驾驶模式 调整到Super Sport 这个按键在哪呢 在方向盘的右下角 一个红色的啊 好了啊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直道了 现在我们要试一试 这一款3.2秒的跑车 它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 肾上限速的飙升呢 预备 走 哇 去 这个体感太强烈了 甚至有一点眩晕了啊 3.2秒 真不是盖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驾驶电动车的时候 注意安全 注意限速啊 因为电动车的体感 真的是不像油车 电动车随便一踩 就能踩到很高很高的速度了 所以我们在驾驶电车的时候 一定时刻注意速度表啊 那么虽然这些款电车 但是呢 它为了满足用户在驾驶快感 驾驶乐趣方面的需求 它还提供了这种模拟声浪的设置 它可以模拟燃油车的声浪 还有可以发出电车的这种电流声的声浪 虽然啊 这款车有着比较舒适的 个人觉得比较舒适的底盘调教 但是呢 它在应对急弯 在应对掉头的时候 这种路况下 那么它对底盘的侧向支撑还是不错的 并不会感到明显的侧倾 它的转向系统也是比较偏向于灵敏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的 那么虽然啊 咱们在轻轻打动方向的时候 有一丁点的虚位啊 但是也可以做到说是指哪打哪的 那么今天啊 我们驾驶的这台啊 是四驱版的车型 传机版啊 前后置的双电机四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在中控屏观察的话 就可以看到啊 它可以 既可以调节成强制两驱 还可以调节成适时四驱 或者强制四驱 那么这几种驱动的模式 也可以让我们的驾驶者来应付各种各样的路况 比较深度的试驾也体验完毕了 首先它这个外观非常的亮啊 包括我们这个颜色 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设计 也是在路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啊 很多路人也都会在这驻足观看一下 即使路过的时候也需要看一眼啊 真的是非常漂亮 那么在我们的动态方面的感受呢 这台车也是给到我很强的自信心啊 然后我们在点亮方向盘上 这个红色的Super Sport这个模式的以后 我们这台车的加速也是非常的迅猛 所以整体体验下来 这台车就一台回头率非常高的复古小跑车 怎么样 你们喜欢吗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